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今年是西藏抗暴纪念第65周年 流亡印度的藏人在新德里举办和平游行等活动 要求中国归还家园也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流亡印度的藏人团体走上首都新德里街头 以和平游行的方式 纪念65年前藏人挺身反抗中共镇压的重要时刻 现场大约有300名老中青世代藏人 学生以及僧人参与 他们高举西藏市最大露天监狱 释放西藏 中国停止压迫等标语 要求中国归还家园 释放班禅喇嘛 希望国际社会听到他们的心声给予支持 德里一处藏人难民安置区 在他的家里 等了他们学习 他们在高举人的学生 在学校中学习 他们在家中学习 他们在家的家里 家中学习 他们都学习 と说 和藏傳佛教 約有200多名住民參加 聲明也重申 藏人行政中央將繼續秉持達賴喇嘛 所提出的中間道路政策 堅信西藏問題 只能通過和談的途徑得到解決 中央社記者林行健新德里報導 印度在宗教和文化影響下 保有傳統的父權體制 女性很少開車或騎機車 但德里有位婦女納茲 就挑戰了傳統規範 她不怕異樣眼光騎檔車圓夢 另外一位女青年庫瑪麗 是職業計程車司機 她們打破社會性別框架 鼓勵女性活出自我 印度德里巷弄中 有位23歲的青年女子 正倾斜著白藍色計程車 她叫做庫瑪麗 是一名職業駕駛 她們都會有很多人 所以她們都會很溫馴 所以她們都會支持 她們在我身上 所以她們都不會做任何 任何人都會做任何 任何人都會擔心 在印度 女性很少當計程車司機 除了安全考量 另外就是不符合 女性在社會上的既有印象 庫瑪麗接受非營利組織培訓 嘗試打破性別規範 作為職業駕駛 她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就是別人對她另眼相看 同樣在德里 現年29歲的納茲 也在挑戰傳統 她擁有一輛220cc的檔車 最愛的嗜好是騎車兜風 在印度父權體制下 其中摩托車 象徵著陽剛氣質 和大男人主義 納茲說 當自己騎著檔車在路上時 經常引起別人側目 尤其是男性歧視 納茲追求騎車的夢想獲得父母支持 她希望透過行動鼓勵女性活出自我價值 不要因為社會的刻板印象就限制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中央社綜合報導 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成立超過140年 音樂總監聶澤塞金帶領的管弦樂團 六月將首度巡迴臺灣等亞洲三個國家 期盼以經典和當代穿插的曲目呈現有別於傳統交響樂團的風格 全球知名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 尤其是很新的一種目標的 廉價對於人的大有相關 我相信我們也在想通過 我們也想像過一種不同的音樂 中一個新的音樂 我相信我也是在想通過 我相信我在我正式相同 我現在還要50歲 我只能為我的價值 相信对许多台湾管弦乐迷而言 聂泽赛金应该相当熟悉 身于加拿大的他 先任摩托楼大都会管弦乐团 背城管弦乐团 以及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音乐总监 过去曾三度帅船放开 另外这次的亚洲巡演 除了将呈现华格纳 德布希 莫扎特等大师的经典曲目 像是采访当天首演的歌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部分曲目 也预定在台湾巡回首场呈现 我们跟日本有一个长历史 但是音乐团队自身 没有组织在亚洲的社会 而整个美国的社会 大都会歌剧院总经理盖尔博表示 现今世界充满分裂对立的事件 战火蔓延 而艺术一向能抚慰人心 营造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机会 大都会歌剧院对此非常坚持 所以无论是在自家歌剧院或是国际巡演 都列为规划时重视的要素 中央社记者尹俊杰纽约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